真的常常在大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先看什么 先看逆势抗跌的个股 因为这些个股居然可以 在这样的压力当中 居然特别强势而走高 这就是大跌当中 才能够见到的枭雄 为什么他们强 强有一定的强的道理 而且接下来会不会在指数 修正整理的压力当中 换这些小小兵力大功能 今天立刻请到观众上来 告诉大家了 这个问题要怎么看待了 那特别讲到说 今天逆势抗跌的个股 在早盘当中可以维持走高 而且逆势创七月高点 云豹能源 石塑工业 利奇 世新科 中电 都创七月高 合益 利利 系统电 这有些是不断电系统 日盛生 信利 这些个股逆势创高 不过也看看有些个股 创高后拉回 因为今天尾盘的时候 大盘压力很大 所以有些涨多股 也出现被修正 明太国统华电网 值得昆赢 这些都是还能够创高的 特别讲到这些个股 居然在这种大跌行情当中 可以冲高表现 不管有些人在尾盘拉回的 但是真的就是枭雄 下礼拜还是他们的天下吗 我认为是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资金 大家想到过去台积电 在涨的时候 很多小型股是跌的 因为资金都集中在全职股 那现在全职股拉回 那事实上当恐慌 不要那么恐慌的时候 不要说止跌 只要是 不要是每天在跌四五百点的时候 我认为就有机会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现在来讲的话 还是在一个长线 是一个往上 那即便短线是很急俱的 我们看这样图表 非常有趣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波行情 为什么能够涨到两万四呢 为什么美股能够这样冲高 因为在一个景气 它是一个往上拉动的行情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景气对策的一个信号 绿色的线是景气对策的信号 红色加云指数 那根据过往的历史 每一次当来到黄红灯的时候 就三十二分的开始的时候 以上平均都能再走十到十几个月左右 你发现到每当景气好的时候 对不对 通常后面都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 这个也是一样 还有一段 一直到这个地方 你看2009年 对不对 指数高点 连上来都还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距离 这代表说行情不会现在 现在你看七月份 连续跌个三天重挫 每天跌四五百点 大家很恐慌 我就跟你讲说 近代短线的止跌讯号 只要不跌 很多的股票就有机会 就从这样 所以这样告诉大家 这从景气灯号当中 对到股价来讲 不会看到短短几天的高点修正 然后就马上结束 因为灯号才冲高到三十二分以上 才刚刚开始没多久 对 之后还有一段 一段行情 那只是这一天 要承受这种震荡 但是毕竟两千四回测到现在 两万四回测到现在 今天都跌到多少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拉回 当然是破月线 不过我也要问问你 我们从大盘来看 那大盘这样的拉回 短短一周之内跌了一千点 好下礼拜 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 很重要的这一段 你看看 这叫做什么安全气囊 要碰到安全气囊了吗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先不要去预设支撑 我们把稍微缩小一点点 你把这个半年线露出来 我觉得短线比较倒霉一点 就是说比较正常 应该是回到季线 你看这个态势对不对 可是比较倒霉一点 万一又川普说什么话 你会不会往下测到半年线 这很难讲 但是即便来到半年线 事实上我都不觉得说 这边是一个长线 就快要转空了 因为我们刚从景气面来看 景气还要往上走啊 对不对 那怎么会是马上空头就要来临 快开始要往上往下崩盘 我觉得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第一个步骤 先近代大盘的止跌 我们说止跌讯号 到时候我们可能在节目上 再跟大家去做说明 近代止跌对不对 虚架出来之后 很多的中小型股 很多的可能过去没有涨过的飞电题材 我觉得都有机会 那当然以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 现在我认为是开始进入 所谓的一个下半场 因为刚刚讲到嘛 当景气的车灯号来到三十二分之后 后面还要走一段时间 那这当然不是多头开始嘛 那意思是多头可能到后面 已经一段了 一段了对不对 后面还有一段时间 就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根据过往歷史来看的话 你看到黄红灯嘛 三十二分以上对不对 最短也有九个月 平均是十四个月 刚看到长是二十个月对不对 那股市领先景气一季到两季 所以说你看股市多数啊 领先一季去做一个回调 那你就算嘛 如果说最倒霉九个月好了 那是不是还要半年后 可能到明年的第一季才会建高点 才会开始反转 所以说这边来讲的话 我都认为短线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个非经济因素 是政策因素也好 川普因素也好 对不对 可是当选完尘埃若丁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之前来讲的话 你就要注意买点浮现 至少还有最短九个月 所以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半年没问题了 对没有说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但对中小型个股有利 是说现在到了下半场的时间 对没有说因为好像台积电来讲的话 过去已经涨过了 全职股过去这个F4 对不对 台积电之后还有谁 联发科 马光达 鸿海 对不对 涨过了对不对 他要进入一个多头 势必要休息了 毕竟即便台积电能够止跌 你期待他V转吗 我就不容易 至少来讲的话 他需要去止跌之后 打出一个底部 但是还不是现在 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像非电职群 像中小型提债股来讲的话 我认为就是要准备 预备站在供给发行线 好来看看呢 在个股当中的一个观察来讲 那说到最近还是要看外资 外资也是呢 一直卖一直卖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卖龙头股 但是呢 最近卖超当中跟买进里头 他要买也有卖 也有买嘛 他在买卖超当中的变化里头 我们要注意什么 你要注意到外资的身体 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身体比较诚实 台积电报告写得很好看 那就是身体很诚实嘛 一直都在卖 对你看到外资做什么动作 他在换股 他卖了鸿海 卖了台积电 鸿鸡也卖技嘉 AI的部分 长荣海运也在卖 显然过去的几个指标股都在卖 转向谁呢 转向群创 有人说他是这个 讲这个所谓面板击封装 可是我认为 就是parking在台股的资金 没地方去 先到群创避避风头 就这样子 台积电都说面板封装 三年后 群创那么快嘛 没有那么快 那我认为就是资金 你没有汇出去的 觉得台股还是有机会 你先到群创去币下 跑到十天内买三十万张 对 资金parking 另外讲话像国泰金 也是像金融股 不管讲话 我就选龙头 可能也在 金融股也是随着大盘修正 我先parking在龙头股 比较安全一点点 那当然系统 我们后面讲到 他暂停交易 当然这个是未来减资之后 也是最便宜的西日财 那另外这不也是最便宜的吗 这个低档的这个机体的部分 那另外随着川普的这个胜选的机率变大之后 一些原物料的 原物料相关的部分 也是资金 出了流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这个结论 外资做什么事情 从几个悬食股里面 从最近很热的AI股里面 从海运股 这个报价有点在回调的部分来讲话 parking在一些 比较低级期的 比较这个没有涨的部分 甚至在原物料的部分 我认为后面是有机会 好 今天的金融股的部分 有人这样讲 就是今天金融股也跟着大盘有压力 虽然尾盘稍有拉高 支撑留下了这个下影线 像国泰金 但是呢 因为有些都是有受险的个股 因为他们可能拥有持有 比较多的股票部位 那这两天股跌跌得那么凶 所以大家都怕说会不会至少也会影响到一些绩效跟业绩 你觉得呢 我认为受险股就相对安全 受险的 受险股持有很多的债券 在所谓川普交易 对不对 利率为了往下掉 债券价格是往上涨 所以我来讲的话 我认为金融股 特别在受险这个区块 反而是有益的 有利的 所以拉回要找的是金融股的买点 受险股的买点 受险股的买点 而不是因为看到现在股灾 所以担心这些拥有比较多 持有股票部位的会下跌 它短线影响但是其实找机会点 没有错 该找机会点 这是我们看到外资操作变化 很明显嘛 卖什么买什么 好再来看到的就是 下半年要注意什么 你刚刚讲到很多中小型个股 我没晓得 但是最近资金有点跑到什么 营件啦 塑化啦 然后呢又跑到这个之前修正过的那种细致财 然后呢还包括看 最近ABF载板转起来 网通股强起来 这些资金乱串跑到中小型的四族群 电子族群个股或是传产股 但指标要挑谁呢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